在半个世纪以前 地球上曾经出现过一位 家喻户晓的超级英雄 他的使命就是拯救地球打怪兽 打怪兽拯救地球 然后再不停地repeat 可不知什么时候 地球上的怪兽突然被打完了 这位超级英雄 也突然消失了 有人说他转行进入了娱乐圈 也有人说他进入了快销品圈 还有人说他进入了了情圈 比较靠谱的说法是 他的家乡M星系发生了大灾难 所以他赶回去拯救自己的星球了 而比较不靠谱的说法是 他又回到了中国 因为中国开放了二胎的生育政策 而他也恰好到了晚婚晚育的年龄 让我来告诉大家 事实真相吧 我又受邀回到了地球 因为地球面临一场巨大的灾难 而拯救地球这项使命 我奥特曼 亦不容索 未经许可,不容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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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来人类已经走向了更广阔的宇宙 Subspacy 他们奔赴遥远的银河 去开发未知的星球 他们是寻找资源 开发宇宙的专家 可是在银河的尽头 等待他们的却是 和那些威胁着宇宙的怪兽 新一轮的教养 雷继承了雷布朗多星人的血统 他是雷奥尼克斯战士 拥有操纵怪兽和敌人作战的能力 渴望和平的他 一边承受着雷布朗多星人 嗜血好斗本性的折磨 一边为争取宇宙和平的未来 而不懈的战斗 现在人类和奥特曼携手 超越银河的新的传说 就要诞生了